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十 第十五章好这个不等式的历届题 那这个是part 2了 那这一题来讲呢 这题第二题啊 解不等式要怎样解呢 基本上呢你必须要呢 从x加1分之1呢 你要把它拉过来左边进行通分 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那进行通分的话呢 你就会得到x-3x加1 这个是第一个这个1的部分 然后呢这个是x加1 这个是-x加3 那基本上这里呢是可以割掉的 这一边呢就得到x平方 -2-3加1 ok 所以你是加x-3x 再-3再加1再加3 这两个又可以取掉 所以最后呢得到x平方-2x加1 这个x平方-2x加1呢 你要对这些数字 这些情形哦 你要有一些熟练哦 你要一看就只要说它其实是x-1的完全平方 ok 所以因式分解了 那你就会得到 得到有几个解呢 我们有3 有两个1 对吧 然后呢有一个-1 我们的做法是正负正负正 这一边等于1呢是可以的 然后呢它要大于0呢就是在这一边 好抱歉 这一边还有这边 那因为这两个呢是在分母 所以它不能等于 这一题的正确解应该是x-1 or x等于1 我教你怎样呢 你这里插掉变成1啦 然后就是偷偷插回 插掉它 然后or x大于3 ok 它是分三段 这样子来写 不过基本上呢已经是差不多了 差不多 剩下0门一角而已 好 zen的这一题 x平方-3x加2呢可以因式分解 变成x-2x-1 过后画书线啊 1 21-5 21-5 正负正负 然后要大于0就是正的部分 so你的解呢是-5 小于x小于1 或者x大于2 非常好正确 第四题这一题 你这一个一乘上去呢 就错了 我们的等式的话 我们可以乘上去 为什么不等式不能这样子乘呢 理由很简单 x加2如果是正的话 没问题 如果是负的话 我符号必须要倒转 这样我们怎样知道它是x加2 到底是正还是负 我不晓得 除非它是一个数字 如果你是本身这个这里分母是2 那你的2可以乘过去 没有问题 但是你的分母呢 如果是有那个位置数的话 我们千万千万不可以这样做 好吧 所以这里啊有分母有x的情形 不等式呢 我们是必须要通分来做的 这个x拉过来变-x ok 然后呢我们通分 就会得到3-x-2 对吧 也不对 应该是x平方-2x 应该是这样子 过后我们分母呢 分子乘一个负 我们就会有x平方加2x-3 就要变成大于等于0 分母分子呢 我们因式分解变成x加3 x-1 ok 那你就会有多少个解呢 你的 会有1 会有-2 会有-3 所以你看到你的跟我的什么差别 你会把这个-2呢去掉了 事实上呢 这个还会有一个-2在这边卡在中 卡着 然后正负正负 要大于 所以是 这个是可以等于 这个可以等于 这个不能等于 在这一段 所以最后的解呢应该是 -3 小于等于x 小于-2 或者x大于等于1 ok 好 这个技巧啊 千万千万哦 记得不可以这样子做 ok 再来看这个选择题的部分啊 翻一下你的答案 ok 所以这题 这题来讲呢 这题有点像是反向思维这样子啊 好 那 一般来讲呢我们的这个x不能有负吗 那有负怎么办呢 他就要乘以负变成x-b 小于0 小于0 小于0的话呢 他的解 这边他是给了你的解 他的解是4 2-3 ok 所以他的解是在这里4跟2之间还有-3下面 好 这个是小于0的部分 正负正啊 所以最合理了吧 所以当然他的2呢已经有了 那其中一个呢会是4 另外一个呢会是 其中一个应该是4 另外一个会是-3 好 两 我们要找的是两个相加 不管哈 互相对调还是怎样 反正相加一定是等于1吧 4-3-1 所以这几个答案呢 你让我想一下 4是正的 B应该是-3 B应该是-3 是吧 诶 4应该是C小于0 不晓得我是选错 题目吗 诶好像漏了一个题目 哦对调了 对调了 抱歉 ok 所以这题是C啊 这些答案是C 看一下再看一下啊 这题答案是C 我们再看回来这一题啊 呃 呃 这一题 它的做法 你没有给我做法 它的做法应该是要把它拉过来 然后呢进行通分 对吧 啊进行通分 -3x 呃 加2啦 suppose suppose 要大于等于0 所以我们通分哈 它就会有15 减 减 减3x 平方 减减变加 6x 这个乘过来 再加2x 再减2 ok 然后呢有这个x减2在这边 然后呢分子啊 我们把它直接乘以一个负 啊 就会有一个减8x 15减2得到13 就会得到减13 所以我要符号要对调啊 变成小语 分子可以因识分解吗 应该没有错吧 哦 为什么有11的呢 我是13啊 还是录的哦 sorry应该是224哦 应该是减4 sorry 这个是减11 的确 11来了 好 -4 15-4 得到11 过后呢 这一边呢 因识分解呢 就会得到 3x-11 然后呢 x加1 可以减11 加3 得到负8了 ok 没有问题 好 要小于0 所以我们排数据 这个应该是3点多哦 最大是他 然后排第二的是2 最小的是负1 真负 真负 我们的 呃 小于0就是在这两个之间 还有这个以下 知道 所以这一边 啊 分子这一边可以等于 这一边可以等于 所以我们解应该是x小于等于1 还有2到3分之11 答案是1才对 ok啊 所以你要啊 再去看回啊 你的那个步骤到底错哪里啊 ok 啊 这里对对对 再下一题 啊 我们x平方减1来讲呢 他其实是x加1x减1嘛 啊 我们有前平方减后平方 得到前加后乘前减后 那再来呢 我们就可以画数线了 他有一个1 还有两个0 那他有两个0 还有一个负1 正负 正负 正 啊 要 大于等于0 就是正的部分 正的部分 还有正的部分 还有正的部分 ok x小于等于负1 x等于0 还有x大于等于1 非常好 当然是1 ok ok 这一题把它拉过来 通分呢 x平方加1分之1 减去x加3分之1 大于等于0 我们进行通分 就会有x加3 减x平方减1 分母是x平方加1 乘上x加3 ok 分子是x平方-x-2 我乘的负啊 我跳了一些步骤啦 就是乘的负 原本负x平方得到x平方 原本是加x变成减x 3-1 会得到2 我变成负2 ok 然后呢符号追调 再来多一个步骤啊 再来多一个步骤啊 就要把分子呢 因式分解 分子因式分解呢 应该会得到x-2 x加1 ok 比较多学生会不晓得 怎样处理的 是这个x平方加1 这个x平方加1呢 你是可以不用去理他的 为什么 x平方肯定会大于0 加1也 x平方会大于等于0 加1的话呢 他就肯定的是大于0 所以如果这个肯定大于0的话 他是不会影响我整个的 正负 然后我整个呢 是不会被他影响 而且啊 他也没有一个界限 就是他不会等于0啊 所以他不会有一个 转弯的一个地方 所以呢 你只需要看2 还有-1 还有这个-3 这三个点就可以了 正负正负 alright 然后要小于0呢 就是这个负的部分了 分子可以等于0 也就是负1可以 还有2可以 所以最后再写一下那个结 x小于3-3 或者-1小于等于x小于等于2 这个就是你的结 ok 18题 你抽一个x数来 你就会得到x平方-1 x平方-1呢 就会得到前平方-2 后平方 得到前加后 真前减后 你画书线呢 他就是1跟0跟-1 正负正负 然后呢 大于0就是拿正的 所以最后解呢 是-1 小于x小于0 或者 这边你最好不要写逗号 写or 我记得我有解释过啦 逗号我们一般上是写 意思是n的意思 逗号 by default 我们当作是n 这题 记得要用or ok 再来这一题啊 我们把3拉过去呢 5-3就会得到2 之后这个2应该可以乘过去吧 变4 所以呢 3x-1 如果要小于4的话 我们就会有3x-1 小于4 或者 而同时大于-4 我们加1加1加1呢 就会得到-3 ok 小于3x 小于5 再来除以3除以3除以3 除以3 得到-1 小于x 小于三分之 所以这个就是你的解答案是1 可以哈 ok不错 第10题 我们这条有了 这条有 这条有了 这条的话呢 就y等于0 它在上面就y大于0 啊 就是y大于0 y大于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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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肯定错 ok 来再看一下这一条 它要下面对吧 它要下面 它也还要小于 但是因为它这个这个是负的 关系啊 系数是负 它就会倒转变大于 所以这边是要大于的 啊 实现就等大于等于了 大于等于 so 呃 小于错 小于错 大于等于 ok 这个要下面啊 对不对啊 这个也是要下面 所以还要小于等于 啊 系数是正的 所以要小于等于 小于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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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于等于错 所以这几个答案是donkey ok 答案是donkey 可以啊 解除四条不等四 这一条往上 对啊 所以还要大于 大于等于 对 啊 大于等于对 看一下啊 第三题啊 然后呢 这一条的话呢 它是要往下的 对吗 往下 所以还要小于咯 小于等于9 我们再看一下这一个 还要往下 所以还要小于 所以这个是小于等于 x加4 这个要往上 所以还要大于 啊 大于等于2x减4 啊 非常好 看一下啊 再确认一下 呃 正确啊 四个的正确 所以就要马上大于等于 要马上小于等于 这个就是哈 两分而已 所以半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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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应该是这样子来看 ok 再看一下这一题 啊 要满足这个方程 呃这个 呃 它其实最大的是3到2到1到0 对吗 然后呢 增负增负增 他要小于就是在这负的部分呢 就在这个部分 但是呢 他等于0啊 是可以的 他等于1呢 也可以的 啊 所以正确的来讲应该是B 你要看清楚他的大 个大于等于的 这两个是可以等于分子可以等于分母不能等于0 对 所以答案是B啊 ok ok 在这一边 呃首先我们比较不喜欢有这样子的一个format的出现 我们的X的系数呢必须要是正的 所以我们先做一些调整啊 就是说我们乘一个负 让他变成了X选2 那你的小于等于0呢就会变成大于等于0 ok X选3 那过后呢我们再画书先呢 最大的是3 第二是2 然后呢 负1呢有两个 正负 正负 正 好吧 然后呢 因为他叫大于等于0 呃大于等于0 这个 这个不能等于 其他的可以等于 大于等于就是正的部分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其实就 cut掉了啊 就不需要再移他 所以他整条其实都符合 所以你只需要写X小于等于2 X大于3 所以答案是1 ok 很好 这一题 我看一下 这一题呢 先把它拉过去左边 啊 这个不行啊 你一交叉成就不对了 总之第一步呢 你有分母的情形 分母有这个 分母有这一个位置数 你就不能交叉成 因为你不晓得他是正还是负 你充其量可以X平方可以乘过去对面 这个还可以接受 不过呢 其余的没有平方的话呢 就不行了 ok 所以我们还是保 保持回我们之前的一些一贯的作风 好吧 这个拉过来或者这个拉过去 感觉上这个这个这个拉过来 好我们就有X 减去X平方 X减1 然后呢乘以2 这是要小于0 然后我们通分的时候呢 就会有X平方 X减1 这个基本上就不需要通分 那你只需要乘X乘X减1 X乘X减1 过来 因为X平方他有一个X 好我不需要乘X平方 我只要乘X 然后呢最后要减2 然后在这边呢 我们就得到X平方减X再减2 对吧 然后呢分母是X平方X减1 然后呢我们再进行 硬式分解 我就会有X减1 X加 sorry X加 X减2 X加1 X平方 X减1 小于0 最后呢在画数线 我有一个2 我有一个1 我有两个0 我有一个负1 真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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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后呢小于0嘛 小 因为他没有等于 所以全部是不能等于的 小于0呢是负的 小于0是负的 小于0是负的 那因为他这里又不能等于 这里又是真的 所以他其实呢就是 X小于负1 或者1小于 X小于2 ok 那这边你会看到呢 你把X减1 一般上来讲呢 这个分母的 分母的 你就 你会在里面呢 就看不出来 对 所以你看你的答案是什么 你也找不到答案了 因为你做错了嘛 对啊 做错了 找到什么 0到2 没有吧 所以正确的应该是 X小于负1 然后呢是1到2 答案是A 答案是A 第三题 好吧 OK 再来看第15题 分子我们 因是分解 变成前 前平方解后平方 我们自然的就可以变成前加后成前减后 分母的话呢 2-X 我们不喜欢 我们喜欢X-2 然后呢 这 成了负你的符号 记得要倒转 所以它是大于等于0 之后再画书先 有一个2 有一个1 有一个负1 真负真负 呀 然后要大于0 所以是在这里之间 还有这里 我的这个1跟负1呢 是可以等于0的 只有2不能等于0 这个这个符号是小于来的呢 啊 有没有看错啊 我觉得这个是看错了 正确的答案应该是1 好吧 非常可惜哈 你这个是小于0 小于2来的 你要大于2才对 OK 第5题 第6题 第16 第4题 这题要做的话呢 我们先要通分吧 我们把它拉过去 左边通分 好 或者你可以先这样子看 哦 我们先从左边先通分 我就会有x平方 呃 这个要乘x 这边要加1 然后呢 这个减2才拉过来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才通分 x平方加1 然后呢 减2x平方 OK 啊 这写前面 之后我们不喜欢这个吗 我们 我比较喜欢这样子写 2x平方 减x减1 那我就要变成小于0 这个可以应试分解吧 2乘负1 得到负2 负2 再加1 对吧 负2再加1 OK 所以在画书线 我们有一个1 没有两个0 没有一个负2分之1 真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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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然后呢 因为他不能等于0 然后呢 他要小于0 小于0 就是在这两个的之间 啊 但是呢 要注意的x不等于0 这个是非常多学生会忽略的 啊 所以有没有答案呢 是在这里啊 东西 有很多学生会选东西的啊 啊 这个这样 这个答案是 第四题是 第六 哎 第四题到第六题呢 我不晓得为什么第四题 第五题呢 啊 第五题在这里 我可能就对调了一下 对啊 对调了一下 哦 第五题是1 好再看一下第六题啦 第六题解方程式 我们分子因式分解得到 x-3 x-2 啊 所以4 3 2 正负正负 然后小于等于0 注意这边一定要画空心的啊 虽然你的选项里面没有选对啦 不管你画图哦 老师如果有看图啊 他会扣分在这边啊 所以这样你要小心一些 这些答案是东西正确 非常容易 哎 分子因式分解得到 x-3 x-2 是吧 然后呢分母的话呢 就得到 x-3 x-1 哎 这个问题来了 可以约吗 我印象中是可以约的 哦 为什么 因为 他的分母有这个x-3 他就不可以等于3了 既然他不可以等于3的话 呃 应该3就不会影响吧 是这样看吗 反正他会有两个啦 好像有两个他就应该就是不影响的情形 但是是不是应该要在这边呢 再特别的drop一下哦 x不能等于3 好像要耶 ok 所以这个是2 这是-1 然后 普遍来讲正负正 你要小于0哦 小于0就夹在中间 所以这个等于3就不会影响 知道吧 然后呢这个可以等于这个不能等于 这个答案是A 所以不 这个3呢 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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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9题 拉过去左边 进行通分 好吧 这样子 x-3 分之3 ok 大于等于0 进行通分 我们有x-3 这个乘过来 这个乘过去 再-3x 我们有x-3 乘3x 对吧 这样子 然后呢 分子会做到-2x 所以我们把它变成2x加3 好吧 所以就变成小于等于0 x-x-3 所以在画书线 我们有一个3 我们有一个0 有一个-2分之3 2分之3 ok 正负正负 就在夹在中间 还有这一边 分母可以等于0 所以我们的x小于等于-2分之3 还有0小于x小于3 ok 对 正确 最后一题了 解这一题 我们分子 因素分解 可以因素分解 对吗 应该是拉过来变减 然后再进行通分 所以得到x平方-8x加11 -x平方加7x再-10 我们有-x x平方和x平方去掉 -8加7等于-1 11-10等于加1 再乘一个符号对调 变成小于0 我们有正负正负 5-2-1 对吧 然后呢 你的解就是x小于1 2小于x小于5 非常好 ok 有没有问题 谢谢